8月21日,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本间大会以供应新制生产力共享智能新未来回主题 得到了26家国际机构的支持 参会的169家企业带来了600余件创新产品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 截至2024年7月 中国持有的机器人相关有效专利超过19万项 占全球比重,约三分之二 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 近三年新增装机量占全球一半以上 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到每万名工人470台 十年间增长近19倍 服务机器人在家庭服务、医疗康养等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 特种机器人在空海探索、应急救援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约15% 按照我们的资料,车地车地转移动 车地转型车地转移动 车地转移动 成为世界各种车地转移动 飓风量飓风量 4million 2023年 从2013年 中国有多重复的位置 在车地转移动 车地转移动 质承受了重要的专门 业的影响 to cater to china's vibrant market international robot suppliers have established production facilities in the country continually scaling up their capacity chinese products such as collaborative robots logistics robots and underwater robots have gained promin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capturing a significant share of the total 人型机器人多模态的大模型能够通过充分的融合语音图像文本传感信息 等等多模态的信息为人型机器人的感认知和决策提供更强的多模态理解 生成和关联能力提升在复杂环境当中的更强的通用性和泛化能力 人型机器人它具有通用性智能性而且能够无缝的使用人类的工具 它一定有更加广泛的应用场景 开幕事后多位外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中国在这些人的研发与创新方面取得了出色成绩 与此同时中国还拥有着多元开放的市场环境 我经常来到WRC 我在研究研究中文化的工具 我觉得中国在研究中有很多新疾病和新疾病 在这些地步的中文化 像在工具中的工具 帮助人们帮助人们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命 我认为所有的墓长我们在中国 尤其在北京尾部 我认为它是在整个世界的路上 日本人也学习很多从中国 银行的 Robotics Association 有决定的MOU 與世界和国戰力专门团 合作 因此这些工具 建立了快时间关系 中国和Nepal 我看在中国就有很多非常好工作 和研究和发展 很多公司 他有不同的等种各种品牌 有不同的货币 是美好的价值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有这个货币 较得更好 在美国 在英国、工具 是同一键 同樣的社會主要在中國 我看到有不同的社會主要 中國人有工資 一起用不同的工資 去合作組合